內容我們都有把它記錄在那個論壇裡面 那總共有10次上課 雖然時間並不長 但是基本上我們主要目標還是把那個Python的程式相關的入門 你該知道的我想最優先的部分還是要先了解 所以上禮拜最後我們已經講到有關那個如何下載 所以上禮拜的部分其實從最早如何安裝那個環境 安裝環境我們就沒有花太多時間 主要是看我們的懶人包 然後我強調就是說一個環境盡量不要花太多時間 否則的話有些人光每次安裝環境就花了一堆時間 每次一個新的環境你又再安裝環境 然後又要安裝很久 然後要調整這個調整那個設定 反而他要花時間在環境設定上面 盡量的話最好可以很快 也許像我這個環境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它是免安裝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把那個檔案帶著手 然後解壓說之後設定幾個地方 包含那個我們告訴他那個Python的路徑 然後把那個編碼方式改UTU-8 基本上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我比較傾向說盡量環境越單純越好 當然在那個寫Python不是只有這個環境 其實寫Python的方法N個 不一樣的老師可能不一樣用不一樣的環境 但是我之所以會用Eclipse的環境 主要是因為它其實本來最早是拿來寫C 寫C++寫Java Javascript寫PHP 甚至寫JSP 反正你想得到的幾乎它都可以拿來寫 寫手機的APP也可以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拿它來寫Python 那當然更有熟悉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環境 基本上也是非常成熟的 OK 那後面我們就講了有關什麼 比如說 像怎麼樣操作變數 那它有個特色就變數不需要宣告 OK 不需要宣告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還蠻 至少你就不用再像以前 比如學Java的時候 要先宣告哪一個變數它的資料形態 預先宣告給它什麼 反正你第一次給它什麼 初詞的話給它什麼值 它就是什麼值了 OK 這個概念的話可能跟那個大數據 這個有點關聯 因為大數據的資料來源 可能有一些是不確定性 就是你不知道說你來的資料 到底是自竄呢 還是一個數字 還是一個浮點 還是一個日期時間 那如果說你預先宣告好那個變數 那你來的東西可能不是你預期的資料形態怎麼辦 那就可能會產生問題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也許因應那個時代的潮流吧 OK 資料都不確定因素越來越高吧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如果不需要宣告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 對於程式撰寫相對的也比較簡單一些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像比如說學Java 光那個資料形態可能就要講很久了 很多同學連那個整數就有好幾種形態 好幾種 然後呢浮點又有好幾種 每一個每一個都要解釋過一輪 哇你又頭痛了 倒不如像Python裡面就把這部分先 也不是捨棄 但是就是說呢 他就是讓你簡單操作 反正因為現在Memory都夠大 你要怎麼篩就怎麼篩 反正他自動再去回調一下 就把你可能會是問題的部分解決掉了 然後另外的話在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就有一重兩重多重 然後呢判斷的時候有and or 有沒有有交期或者連期 那大概其實我想這樣的邏輯判斷就夠了 再來跑for回圈或者快回圈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就可以做出很多的事情 有沒有 再來配合什麼開啟檔案 有沒有怎麼開檔 你會發現Python裡面開檔 讀檔有沒有跟寫檔 哇超簡單 一行兩行大概都搞定了 寫檔其實就存檔嘛 先open一個檔給他 然後再write出去 把什麼東西write 把一個字串write出去 就等於是存檔 那你要開檔的話就是r模式 然後你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read全部讀進來 read light 讀一行 read light 全部讀進來 超方便的 而且其實基本上不用備太多東西嘛 然後再來是資料庫 所以資料庫裡面大概我就講最重要 怎麼建立資料庫 你可以用seqlite3 然後你怎麼樣去建資料表 建欄位 然後再把資料insert into進去 新增吧 再把它查出來slate 再做刪除 再做修改 基本上這些方法就足夠你對資料庫的操作 因為不外乎就是把資料放進去嘛 不外乎就是把資料查出來嘛 查出來當然slate後面還有可以加很多的會有的敘述吧 會有哪一個欄位light 會有哪一個欄位等於 有沒有 你可以做一些操作或者做排序啦 篩選排序 這個跟eSale裡面概念也是類似的 篩選排序 那當然呢seqlite資料庫有個缺點 它是單機型的 所以如果未來你覺得不夠的話 比如說你是要跟很多人共用 可能還是需要用一個像類似買seql的東西啦 或者olocal或者msseql 等於是一個server型的一個資料庫 但我們課程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特別講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我的雲端上面 的第幾個單元 其實在我的雲端上面 我有放那個myseql的那個操作方式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myseql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第八個單元 OK 其實不管是任何程式啦 最早跟myseql最搭的就php啦 或者是你可以跟java java也可以把資料放進去 然後vpa也可以 或者是其他的語言 反正你都可以把 甚至python也可以把它放資料 也可以把它讀進來 也就是說它可以變成是一個 資料的一個什麼的一個平台嘛 反正我任何語言 甚至手機的app 也可以直接針對那個myseql做存取 要怎麼存取啊 其實非常簡單 基本上它跟seqlite 大概只有兩個地方做修改 其實你應該就ok了 不過前提是你要懂得怎麼樣把myseql架設起來 因為這個可能會蠻花時間 但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只會seqlite 感覺還是不太夠 所以如果你對於那個myseql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打開來 當然架myseql其實非常簡單 我是把那個以前我教php 和myseql那部分 的那個單元把它放置入在這裡 那因為呢 以前要架MySQL很简单 它也有个懒人包 那个懒人包名称就叫SAMP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压缩档 反正你就照着做 其实RUN一下 你的MySQL很快就RUN起来了 真的是非常懒人 动作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是照着操作 然后你按START 你的那个什么了 你的MySQL就RUN起来了 这个东西在哪里 在云端上面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那个什么呢 补充资料里面 就会有个叫做SAMP 跟正一下 应该是放在那个安装环境 安装环境里面有个SAMP 你就把这个解压缩 然后照着做 你的MySQL就RUN起来了 这个MySQL蛮好用的 它不是玩具 它其实可以放大量资料 如果你担心你资料太多 放在SQL内会出问题的话 如果你就架一个MySQL 你丢好几GIGA的东西上去都没问题 如果你有一个资料 我现在想说 甚至有同学问说 那资料量非常大 我说多大 他说好几GIGA 我说你什么东西 好几GIGA 一天都会产生好几GIGA 因为它好像是金融方面的吧 还是什么 每天就是一直会产生一堆DATA OK 它如果说用SQL内 它干净会爆料 或者是会产生问题 我说不然你用SQL内试试看 它试了之后发现还蛮好用的 几乎都没什么问题 OK MySQL 虽然说它不用花费 但是呢 也没什么问题 OK 比那个Oracle 其实不凰多啦 后来MySQL被Oracle给买走 他花钱把MySQL买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买Oracle这么贵 你MySQL这么便宜 不是这么便宜 根本不用花钱 那你的效果跟我差不多 那你在拆我的台 所以他就想说 不如这样 我干脆把你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把你冷冻起来 放在旁边 对不对 也不update你 然后也不恢复你 反正就把它摆到烂掉 当然 大部分都这样 很多大公司 反正对不对 我这么好的东西 我这么贵的东西 跟你完全不用花钱 结果效果是一样的 那谁还愿意花钱 OK 当然 所以这个历史很多 你可以网络上说一下MySQL 不过后来当然 那个 创这个MySQL 那个 创办人他就想说 不对啊 我把东西卖给你 我本来想法是要 发展一个自由软体 结果我卖给你之后 我虽然少赚一点钱 但是好像呢 让MySQL整个就 没有在发展 于是他后来 就另外 弄了一个 也等于是把MySQL 又另外弄了一个 类似MySQL的资料也是只有软体 不怕名称不叫MySQL 因为MySQL已经被 Oracle买所了 所以后来名称叫 Maria 所以以后你们看到 Maria 其实是 等于是MySQL 2.0 为什么 Maria是什么 Maria就是那个 设计者的 女儿的名字 所以叫Maria 以后你看到Maria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其实他就是 MySQL 2.0 因为MySQL已经卖 Oracle 他没办法再把 这个东西再把它买回来 所以他只好 再弄一个自由软体 Oracle哪一天又跟 设计者说 你又不要把 Maria卖给我 OK 不过 这个后续 我是不知道 反正 这个商场上 很多很多的 历史 Oracle跟Google的 关系也是打了 不知道N年 还没结束 到底怎么样 也没人 也没人关心 因为打 拖戏拖太久了 两者因为什么 因为 Oracle把Java给买下来了 这样 变成Google的 很多的东西 都是用Java 有没有 可是问题 它 它完全 我发展的东西给你用 结果我一毛钱都赚不到 当然他就会觉得 不太对劲 不过这历史 后来他当然告到 美国法院 最后 第一场宣判Google胜诉 Google觉得 我现在用你的东西 但是我都是用自由软体 我没有用到你商用那个部分 所以我不需要付钱给你是正常的 对不对 好合理 法官对 没错 但是二审刚好逆转 法官说不对啊 你虽然没有用到他付费那部分 但是实际上你是用他的创意嘛 你是用他的智慧财产延伸出去的东西 其实也是相似的东西 所以二审又判Oracle赢 然后判赔一个天价 不知道几十下几百亿吧 我忘记了 然后三审又换Google赢了 四审又换Oracle赢了 五审又 每天一直 而且这还没结束 那个连续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心这个新闻 我后来看一看 我觉得 这到底最后是怎么样 好像不重要了 因为没有人关心的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其实他并不是要 要你这家公司倒闭 就Oracle他其实不是要Google不赚钱 他是想说 你都吃香喝辣的 那你总要分我一点汤吧 对不对 你有点诚意 你就是给我一点汤水就好了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什么技术跟我 互相share 比如说你手机上 你可不可以弄个Oracle的APP版 对 也让我挂一个 然后以后如果人家又用的话 也可以 透过这个东西 我也可以小赚一笔 对 他可能意思是这样 不过我想 后面到底怎么发展 其实 可能他们都私底下 对相关的新闻 或者是发展 也许有兴趣同学 自己再看一下网路上的一些讯息 不过好像大部分网路上都没有写这些 都写的比较正经八百的新闻 OK 那有些是我联想出来的 所以有点像小说家 就是添油加醋 因为本来就这样 这种商场上本来就是互相 我只是要赚到我的应该的利润 其实我也并不是说要把你这家公司给逗臭逗倒 所以这部分的话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 我的环境就在这个SAMP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从那个安装环境里面下载 然后解压说 然后照着上面的操作做 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把这个MySQL给软起来了 软起来之后的话只要做几件事 但是一样要install什么呢 叫做PiMySQL 有点像挂一个SQL Lite 3 不过SQL Lite 3已经内建了 但是它没有内建 所以你要install进来 OK 它有点像一个driver 把driver挂上去 然后呢 再来就是注意可能会有哪些地方可能要修改的 比如说栏位的名称 就是不要 我们栏位名称有前或单以后 或双以后 记得 在MySQL里面不要加 因为它的规则不太一样 其他的话要哪一些 本来我们input是SQL Lite 3 如果MySQL的话就是input PiMySQL 改一下 那另外的话Connect连线 我们原来是怎么 直接去 用Connect连线到那个SQL Lite的某一个db 什么什么cursor01.db的档案 因为SQL Lite是单机档案型的 那可是呢 MySQL是一个server server的话呢 就不是一个档案 而是一台server 一台server的话你需要给它什么呢 IP位置 那一台server的话呢 除了IP位置之外 你还要login login的话呢 一定要什么 username 跟你的password 所以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 我其实就是 Localhoster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它的IP位置 比如说什么 192.168.0.1之类的 类似像这样子 OK 你可以自己去查 查到你的IP位置 然后再给它username跟password 这样就可以跟那个mySQL连线 连线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去什么 再去建你的db 栏位 然后呢 再把资料insert into到mySQL里面 是没有问题的 后面其实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呢 一个是单机版 就是你local SQL Lite只能单机使用 就是你自己用而已 那如果是你多人存取的话 恐怕就要用到mySQL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后续延伸 请各位自行再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 现在还有个更夯的 不是只有server而已 现在就直接刚才放云端 所以以后的database 干脆就放云端算了 现在各家都有 所谓的云端的database版本 目前的话 可能最建议推荐 因为还是要最好是不用付钱 因为其他家都要付钱 比如microsoft有个什么 Azure 那那个可能它会有一些 付费的问题 当然有免费版 不过我发现 现在好像优惠最多的 应该是叫filebase 所以我这边也有提供一个 叫filebase的 一个连线方式 filebase 所谓的云端资料库 也就是未来如果说 你要把资料放云端 然后呢 当然你就不用透过 那个连线的 你就直接上云端 去抓资料就可以 那这个 你可以用file 也是用filebase 来完成 所以刚刚提到的 有些是延伸性的 OK 那这个可能因为 我们的时间就有限 所以没办法讲那么多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不妨回去的话 可以自己再稍微try一下 这部分 OK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继续来接着看 上个礼拜 我们重点是放在 有关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json 下载 然后转csv 或资料库 然后另外 xml 用element tree 去把它做一个pars 这个pars pars下来 然后但是它这个element tree 有一点跟其他的套件不一样的地方 是说 它不能丢一个变数给它 必须是一个档案 所以我们就先把 网路上的xml 先下载 存档 就我刚刚讲 你可以用right right那些东西 到一个档案 点xml 然后用element tree 再去把它爬出来 再去解析它的root 它的那个根 然后再把里面的data抓出来 其实并也不是那么复杂 那最后的话呢 也有讲到有关那个用 抓取网路资料 我们用request 不过request抓下来是原始码 原始码里面包含就是网页里面的那个html 标签 有没有 像a a就是一个html标 那就是超连结 ok 然后呢 后面有一个class class就是它的样式 就是所谓的css 那我们要怎么样快速去解析那个原始码 我们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抓回来 其实最最最最关键地方 就是利用一个叫beautiful shape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find的方法 跟find all方法 find是find一次 find all是find全部 find的话呢 回来的话是一个字串 跟那个readline 跟readline 有没有s 就是说readline s回来的话是一个串列 跟那个一样 find的话是find一个字串 回来 但是find底线all的话 是把所有 那个特征里面 比如说a有没有 超连结 然后呢 它的class是 它的类 它的那个样式 有没有 我们取其中一个最前面那一个 那把它的样式全部帮我带回来 OK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上个礼拜讲的 就是我们有举个例子嘛 比如说我们要抓什么 抓那个网页上面 我们的0604这个 抓那个什么呢 抓这个 但第一个你要先安装什么 安装beautiful shape 这个一定要装 如果没有装的话 当然会出错 第二个的话就是把什么呢 下载YouTube的那个标题跟网址 当然以前如果你要爬 你要自己突发链应该很麻烦 如果一堆 你每天都这样的复制标题贴上 然后再复制贴上 那不是很麻烦吗 但如果一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爬虫的方法 就是那里面的关键部分就是用fine 跟fineo 我们直接用fineo 那上个礼拜有提到 所以呢 如何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把它爬下来 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的总共假设这个清单里面总共会有四段影片好了 那四段影片的标题就帮我抓下来 然后它的超连结就帮我把它放到底下 ok 那底下当然这个结构可能你们慢慢也要注意一下 它其实YouTube的连结后面是一个watch watch可能就是它一支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呢 问号就是 它会用问号后面就传递参数 参数里面有个v v的参数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v应该是video video等于后面就id 那end是什么呢 end后面是一个list list的指的是它的清单 所以其实我们主要是抓什么 抓v后面等于后面这一串 这个就是它的video的id 这个id应该是unique的唯一的 就是这个影片的位置 所以将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假设要用爬虫 把你看到的影片的标题 加上它的连结 通通快速抓下来的话 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呢 其实呢这个衍生的应用 还可以用在什么 如果你可以知道它的名称 跟它的连结位置 再来的话你可以在那个什么 派那个pypi index的那个package里面 你可以google一下youtube的关键字 里面就有很多可以download youtube影片的那个package 很多喔 其中很多就是两三行 你可以给它什么 可以给它一个youtube的连结 它就自动帮你把那个影片直接download 放下来 OK 这个我想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找到很多 至于怎么用呢 其实它都有sample 你只要把它的sample code放在下方 然后给它它需要的东西 它就会帮你把那个影片给抓下来 还蛮多的喔 不止一个喔 你们可以从那个官网上面 我有讲过啦 官网上面你google一下youtube 这个关键字 应该就可以找到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剩下来的时间 就再来讲几个有关 如何download 网路上面看到的网页 然后呢 由简单到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网页 然后看到的资料 如果我希望把它download下来 该怎么做 OK 当然主要用的module 主要就是request加beautifulshipping 那当然未来 网路爬虫其实可深可浅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要用最难的 而是先从简单的开始 如果你简单的网页 一般性的网页你都抓了下来 当然相对复杂的网页 你才有办法可以把它抓下来 不过这边有个前提 就是那个网页 假如它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防 防你要抓的 那当然是比较简单 可是有一些网页 它就是知道说你要抓它的网页内容 所以它会设了一些东西 防止你去抓它的网页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什么呢 这个叫道高一词 那你后面的话当然网路爬虫就是你要 道高一词 那你要磨高一丈 你就要必须怎么样 想办法 它既然设了一个门槛 那你就要把那个门槛给找出来 你就把它跨过去 你失掉就有办法把它抓下来 不过这个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OK 所以其实网路爬虫 也算上慢慢 应该也慢慢越来是一个专业的技能 我们现在讲的基本上从简单开始 但是如果你未来你希望你看得到的东西 你全部都能抓下来的话 那你真是叫做爬虫打人 OK 现在很缺这种爬虫打人 看得到的你就全部帮我抓下来 尤其是有些网站 它是如果你要抓它完整的资料要付钱的 但是有一些公司就是我就是不想付钱 反正你资料都在那里 我就想办法把你的资料爬下来 那我就不用付钱了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把它设下的那些重重的障碍 一个一个把那些障碍把它剔除掉 然后抓到它的资料 并且塞到你的资料库里面 OK 老板 要是我是老板 我觉得这投资值得 因为我要花那么多钱 我就跟你买资料 我倒不如找一个人帮我把那些资料 从你的网站上抓下 它大概会权衡 不过一般要买资料 哇那真的 现在智慧财产权 其实智慧财产是很昂贵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甚至比要请一个人的费用还高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是值得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我刚刚讲的包含就是 比如说 建MySQL Filebase等等的 然后再到我们后面的网路爬虫部分 那我们待会再来举一些其他例子 怎么样把网路上面你看得到的东西 可以把它抓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